男星吴秀波以27号男人形象深植人心,近日却被小25岁的女演员陈玉琳爆料,依次背着妻子在外乱搞,引发轩然大波。 事发后,吴秀波过网采访内容全被翻出,曾自曝有过一段混乱的感情生活,还一次曾遭狗仔揭露染指微成年女演员,各种纠量再度成为网友乐意话题。 狗仔在2017年曾爆料,演艺圈莫被已婚,有孩子的禽兽大叔,常常染指年纪小的女艺人,其中有几个还未成年,受害人包括同公司师妹,还有为曾一起合作现代剧,已经有男友的女演员,因为在杀妻艳喝多了被X,虽然爆料中都使用化名,但不少网友直指吴秀波,在当时一度引发热烈讨论。 但因为当事人没有任何回应,很快又淡了下去,事实上,吴秀波过去上节目,接受采访时,曾透露自己的感情生活,大约15,16岁开始谈纯纯的恋爱,但在16岁有了第一次之后,便进入了那下一个阶段,快过18,19,到20的时候,那所有的情感才叫遭遇战呢? 我是一个不会说不得人,我记得形容那时候的男孩有三个词叫不主动,不拒绝,不负责。 吴秀波曾形容,自己面对感情是不会说不得人。 吴秀波在2014年,接受腾讯乐采访时,也提及自己有过一段风花雪月的生活。 大约是20岁开始在酒吧住畅后,这十年期间恋爱是有点混乱,记不清交过多少女朋友,甚至分不出哪些是真正意义的恋爱,恋爱重伤痛,幸福,愤怒,孤独感都有过。 但这些不会成为生命的坐标,它只是过程,吴秀波数次被爆黑料,吴秀波24日被陈玉琳爆料,消息在半天之内这儿的沸沸扬扬,记者试图联系他本人。 但被挂断电话,他目前担任电视剧无名侦探制作人,已经在恋爱开始拍摄。 据该剧工作人员透露,吴秀波最近因为处理个人事务暂时离开剧组,也停拍个人戏份,可能会在25日,再次返回恋爱拍摄。 吴秀波遭陈玉琳指控全文,对此,你怎么看呢?